大家好,GChannel 又有得玩又有得洗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 澳門特區成立25週年 和橫琴越澳深合區成立3週年 和N個理由 澳門基金會推出澳琴情懷資助計劃 資助合資格的社團組織橫琴深合區 一日參觀團 和重點是派發在澳門洗浴的電子消費券 政府終於肯派消費券了 資助計劃在今年5月20至31日接受申請 莫資助的社團可以今年6月15日到12月31日期間 組織澳門居民去橫琴深合區參觀 團費每位上限200元 並且向參加者派發總值1個水澳門電子消費券 每名澳門居民只可報名參加一次活動 參加行程居民可獲發兩張面值50元電子消費券 在指定澳門餐飲商互使用 每次消費限用一張 而電子消費券在完成參觀團行程 第二日起計30日內要使用 如期就失效 凡是已經報名 但未如期參團的居民 不會獲發電子消費券 並視為已經使用資助的名額 有一口水給你 即是喝兩餐下午茶 不知道能否吸引到你 報團參觀橫琴深合區 這期好機會真是用心良苦 正式一雞兩尾 請你橫琴玩 又派一口水給你 一來搞慶橫琴 二來借跌爾派消費券 間接用公帑補助一下澳門的中小企餐飲 至於能夠補助到多少 最主要是看人們有沒有興趣去橫琴參觀 不過相信不少社團都會申請 有一定的基礎在這裏 如果這次補助了 中小企商會生意都不可以 真的要認真去想想自己的前路 是否應該做下去 事實上你說有沒有政策 肯定有政策 香港的國家剛剛開放了十個八個自由行城市 客人是多了的 那就要看看你自己的經營怎樣 能不能夠做出好的食品 好的價格去吸引旅客 如果真的不行 就真的沒辦法 好這集先看 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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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